下面來關注中國大陸消息 中共官媒週三通報 廣東清遠市前副市長 公安局長貝冰 因嚴重違紀違法被雙開 貝冰還因為參與迫害法輪功學員 受到國際組織的追查 通報稱 貝冰涉嫌全色 全色交易 以權謀私 收受巨額財物 充當黑惡勢力保護傘 以權謀私 大肆斂財 收受巨額財物等 構成職務違法 並涉嫌受賄犯罪 貝冰2000年11月任廣東清遠英德市委副書記 2003年起任清遠市委市政府副秘書長 區長 副市長 市委副書記和公安局長 另據明慧網報導 貝冰在清遠市政府任職期間 對當地法輪功學員被綁架 抄家 拘留 判刑 酷刑 洗腦等迫害 負有責任 海外追查迫害法輪功的國際組織 對貝冰發出追查通告